阿露哈的前面喵咪打戰爭時間啦 那今天晚上9點的話 是我們的觀眾投稿時間啦 那今天這個觀眾投稿時間 他的影片雖然比較長一點點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最後 最後面的話基本上有他對大家講的話 也就是最近外掛事件的一些事情啦 我真的... 就只能希望大家就是... 呃...好好愛護這個遊戲 就這樣子 沒有什麼其他的想法了 因為... 我跟你講啦 這個法律阿是給乖的人 就是給好人遵守的阿 基本上那個... 感覺有時候... 現在就會發現守法的人好像都跟白石一樣 感覺就是這樣 我就覺得就是守規矩的人阿 守法的人然後結果都在那邊守著這個規矩 然後也沒有得到就是什麼相應的好處 然後結果那些犯法的人然後... 也沒有得到相應的壞處 那到底大家幹嘛要... 當好人呢對不對 就覺得有時候是這樣子啦 但是... 身為我們這種就是... 道德 呵呵 我真的覺得就是道德這個東西 以前那個年代基本上都會灌輸 就是一大堆道德觀念啦 但是我真的覺得就... 活了久了之後就發現其實這個東西好像... 沒什麼那麼大的意義好不好 所以這個... 我只能就是說就... 大家開心就好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自己活的是滿開心的 而且我也不會去犯法啦 但是如果你要去犯法的話呢 那就要承擔那個後果 那如果沒被抓到的話呢 那就算你厲害好不好 但是... 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了好不好 所以這個... 就比較麻煩 大家如果想要看的話也可以去看一下晚上九點影片喔 那我們今天不知道幹什麼東西咧 今天先來打一下 亞普拉密林 然後順便來看一下我們最近的那個... 新抽到的妹子角色好不好 也就是我們另外一隻的這個... 另外一隻的這個... 夏日的這個妹妹 但是這個妹妹呢... 對很多人來說 應該可能不算是妹妹好不好 來 這就是我們的這個... 入海輝夜機 從月亮下凡地球享受假期的美麗公主喔 在切西瓜大菜中展露華麗的前次一擊 結果失格 有時候可讓黑敵與異星戰士動作變慢 然後範圍攻擊 沒問題 所以他打黑色敵人跟異星戰士的喔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這個... 第二間南國衛星陽光兵器 被募集出現在南國某樂園的這個熱帶風情古代兵器 然後用椰子真空砲殲滅擾亂度假天堂的人 並能讓黑色敵人與異星戰士動作變慢喔 然後效果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進化的話是需要我們這個... 進化變超帥 他是需要我們這邊的這個彩虹貓 不合跟我們這個古代的這個惡魔種子 好像還行喔 南國衛星超級劣質兵器 第三進化 並讓這個惡魔敵人動作變慢 並取得有時候能擊破惡魔盾的能力 我們這個惡魔盾能力的角色越來越多了耶 來看一下喔 他只有一顆大西瓜然後有戴眼鏡耶 還蠻可愛的我說真的 其實目前來說我們輝夜機的話 真的是很少用他最終形態啦 然後他第三進化是能夠打惡魔組的 就多一個惡魔組然後會有緩速的效果 沒問題直接走起 賈普拉密林可以嗎 好像... 好像不行耶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先把這個賈普拉密林打掉 然後我們再去找惡魔組的關卡來打一下我們這個惡夜機 讓他登場一下喔 感覺蠻酷炫的 那你們如果有惡夜機的話 你通常會用他的第一個形態是... 就是第三個形態或是最終形態呢 也可以分享給哲民知道喔 因為不想說我們的惡夜機好 那通常啦大概率都是用那個... 用我們什麼 用我們就是那個比較低階的形態 因為他可以量產這樣的感覺 好像會比較好那麼陰咪陰咪這樣感覺 好 五千一百 我們的這個... 弗蘿走起 弗蘿開墊 開扁 可以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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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比較麻煩就是那些... 惡惡這種不死星星會一直鑽地板啦喔 好啦我們就要再聊一下那個就是... 其實上次哲民基本上影片就已經有講過就是關於就是... 我對外掛的這個看法 我真的覺得就是... 很難抓啦 然後很多人會說就是... 官方怎麼樣怎麼樣 但我有講過了 那個東西真的... 我說真的... 就是... 你知道為什麼會有外掛成功嗎 就是因為外掛突破了就是... 一般的就是那個... 防備的一個東西 就跟病毒一樣你知道嗎 那外掛的那些東西只會越來越強 那你只能就是去怪就是為什麼大家要去用 然後... 你也沒辦法完全杜絕 他就跟那個病毒是一樣的道理 然後有些人可能就覺得沒有什麼差 然後他們就會去用 那就是這樣一個道理 然後導致於就是... 現在世界上很多都是這樣 然後... 我剛剛就有講了 我是覺得就是這個世界目前來說... 犯法的人 沒辦法就是真的就是... 沒辦法就是真的就是... 藏到那個真正的那種就是壞處 所以他們會一而再再而三的這個犯法 就比如說你開外掛了 你被抓了 你只不過是用一個帳號消失掉而已 你不是整個人消失掉 所以他們當然就不會害怕 那能夠限制的就是我們這些比較乖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就是大家... 呃... 就只能說... 你就... 就讓自己的心情比較不好吧 我覺得好不好 這個... 我... 我是真的覺得就是... 也沒辦法做什麼太多的改變 這個只能就是... 一個人一個人一個人 但是... 會開的還是會開 然後會弄的還是會用 會專漏洞的還是會專漏洞 因為有些... 就是... 每一個人對於這個東西的認知 他是不是壞了這個認知就... 就不是一個... 就不是一個同一個等級上面的 所以... 像比如說有一些離島部分的人嘛 他們就會不會... 不戴安全帽 但他們不戴安全帽 然後警察也默認 然後警察也不會抓他們 因為離島嘛也沒有什麼關係對不對 但是你在城市中的話你就要戴安全帽 但是... 主要來說這個戴安全帽這東西幹嘛 主要是要保護你自己的好不好 那個什麼任何法律那些東西來抓你或幹嘛的 那些都只是要來約束你 讓你愛其生命 好不好各位 這個... 其實每一個東西才是這樣子 為什麼不開外掛 因為... 你開了外掛之後 你的帳號被鎖了 你被鎖了你就沒辦法玩這個遊戲嘛 但是... 如果你本身就是不在意這種東西的話 那其實... 你要防也防不了你 你們懂意思嗎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 但是有一些人的權益就是會受損啦 好不好那... 唉好煩喔 我也沒辦法說什麼 就... 就確實就有些人權益會受損啦 就其實我原本以為大家說的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 外掛這個東西是針對於就是 調一些什麼罐頭嘛 或者是調一些貓貓 而且不是我後來只是也... 大概理解了一下 是因為我們就是那個貓咪道場 好不好 就是我們都會有每一季都會有那個排行榜 那個貓咪道場 有一些人就是可能沒有這麼多貓貓 然後拚死拚活 不容易達到前幾% 然後拿那個獎勵 結果後來 有人開外掛 然後讓那些人完全都沒辦法拿到前幾%的獎勵 那這個就是開外掛的人的不對啦 你要開外掛你就自己開嘛 你幹嘛要弄到就是其他伺服器的人 然後聽說好像那個 開外掛的人還就是 就是態度還很囂張 那我就覺得就... 我就... 我也沒辦法說什麼 但是... 你就... 行行好好不好 不要這樣搞 不是而且... 我說真的 大家... 我就覺得很多人在說什麼官方不抓或幹嘛 我跟你講那怎麼抓啊 你那要怎麼抓啊 請告訴我 那不是... 沒有那麼簡單耶 那真的沒有那麼簡單耶 而且你要知道為什麼 有些人感覺好像被抓到 然後可能會被封鎖 因為他沒有辦法很明確地判定你到底有沒有開啊 對不對 那有些人搞不好他用一些手法 然後偵測到感覺你有開 然後就... 你說官方要真的大力抓起來 然後把你們帳號全部BAN掉 你會開始怪官方說 你根本就沒開為什麼要BAN我 對不對 那搞不好他在他的認知範圍內 你在做某一些事情的時候 你就等於有開外掛啊 對不對 那就... 就很麻煩好不好 就真的很麻煩 我是覺得真的是沒有必要為了一個那個... 為了一個... 啊算了算了 我不想多講 然後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就是夏日的那隻 居然一架就掛掉了耶 夭壽 所以果然他還是要用這個 異界的這個輝夜機會比較好嗎 還是怎樣 但我覺得他剛剛轟的那一發 好像確實有把那個 惡魔行星打得還算不錯 我覺得我自己個人是已經有一個年紀了啦 所以我看很多東西我就... 比較容易看得開 我就覺得就還好 而且我覺得真的如果哪一天 PONOS真的是完完全受到那個壓迫或幹嘛 他們應該就會採取... 採取規範了好不好 那如果他們現在目前覺得... 沒怎麼樣 那就沒怎麼樣好不好 所以大家應該... 也不用擔心說什麼遊戲會怎麼樣 但是你們確實權益受損了 因為你們貓咪競技場的東西可能... 沒辦法拿到前底爬 那... 那真的是我也沒辦法耶 我也沒辦法說什麼 你要怎麼辦 我們就問大家你們有什麼想法 你們說全部人去檢舉他 然後檢舉他就是... 教學什麼樣 那我只能老實跟你們講說沒用啊 沒用啊 我跟你講 你要PONOS遊戲都處理不好 你奢望一個Youtuber去把他檢舉下架 再想一下喔 Youtuber其實沒有比較好 Youtuber只會扛我們這些認真人的流量喔 你們再想一下喔 他們只會讓你的影片曝光率變低喔 對不對 就這樣子而已喔 而且我覺得就算他拍了好了 那個... 會開的還是會開啦 我覺得就... 我比較能夠呼籲大家的就是... 盡量不要讓自己心情變糟糕吧 啊我怎麼就這樣輸掉 就不要讓自己心情變糟糕啦 我覺得這... 總該來說就只是個遊戲而已 而且這個東西... 我覺得... 好...好麻煩喔 你們怎麼會突然吵這個東西 這東西... 但是確實啦 就是因為他... 他來競技場弄到大家了嘛 對不對 那也沒辦法怪大家 好煩喔 我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好不好 我們還是... 還是玩自己的 好玩自己的 好那這一次基本上我們抽到的就是這個夏日人 那他的這個... 竹籤上面是有一顆西瓜的欸 蠻可愛的 但是... 他三階之後才會有對於惡魔族的一些東西啦 所以... 感覺還是要出三階的應該會比較好 但是... 出三階感覺的話好像... 效果跟效益就沒有到... 就是真的那麽大 所以... 感覺大家好像還是比較偏於就是... 我覺得這支應該還是要三階 因為他三階進化可以破壞護盾喔 但我覺得剛剛的那一波一開始的感覺好像就... 太容易死掉了 所以就真的是還好 那你們對於這支... 夏日的這個灰夜機有什麽一些想法呢 也可以跟你們分享一下啦 好不好 這邊的話就等大家的這個留言啦 那如果大家對於就是外掛還有沒有什麽一些... 比較好的制止方法或什麽樣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討論好不好 那希望不要把下面變成戰場啦 因為我看到蠻多人就是言論也是蠻過激的 好不好就... 我跟你講啦 你們可能都還是小朋友喔 你們... 你們現在可以先把你們現在講的這些話 先截圖起來 然後等你們出社會之後 面到一大堆就是社會的這些就是洗禮之後 你們再來看一下你們現在說的這些話 有多麽的天真 就開始大家理解哲平這邊的這個想法啦 好不好 但是我是覺得啦 也不一定說就是大家連署或幹嘛沒有這個效果 而且... 搞不好就是... 有更多人看到就... 但是我說真的就是... 就以前都會說什麽邪不勝正或什麽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就是現在正邪就是... 就可能是兩邊的東西 就是...該怎麽說呢 就是邪的那邊的話可能會以為... 就是... 站在他們的角度的話 他們覺得我們這邊正義的這些人就是邪惡的啊 我覺得後來這個世界上是這樣子你知道嗎 就是... 你認為他不對 但是在他那個世界裡面認為 我們是不對的好不好 現在這個世界大概是這個樣子 所以大家就... 就開心一點啦 但是還是呼籲啦 如果那些... 開怪怪的人這邊 我還是要講啊 就是希望你們信號好不好 這個... 明顯就會破壞一些遊戲規則的 你們要怎麽開 大家基本上應該... 也沒有在講什麽 但是你們現在動到一些就是那個... 動到一些認真想要拿東西的人一些權利的嘛 那就... 一定會... 起來反抗一下嘛對不對 那你們自己... 拜託好不好 那個... 你們也知道你們那樣做應該是不對的 還是你們沒差 你們沒差那我也沒辦法說什麽了好不好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比較沒差的 我對那個競技場的東西是還好 那如果你們覺得很有差的人的話 我覺得這個... 有一些東西啊 就雖然這樣講很可惜啦 但是說真的有一些東西就真的... 你也沒辦法去爭好不好 就是... 這世界就是這樣子的 你起早面對可能會比較好 但是我覺得這是我的這個... 我已經是一個老戰士了 你知道嗎 就是一個老人了 那你到老人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有一些東西真的是無力去改變 那你也不會去改變 但是你們現在可能是滿腔熱血 你們會想要去改變一些東西 那搞不好你們去熱血發起是真的能夠改變 那我也只能就是... 盡我這一份力啊 就是宣傳一下大家的這些手法好不好 盡量讓大家那個 但是我真的覺得就是... 以我自己看法我是覺得... 偏難啦 因為如果真的有那個效果的話 就不會發生現在這些事情了嘛對不對 好啦 那我只能說 大家共勉之好不好 希望大家都可以過得愉快 那如果有一些事情不能改變的話 那你就改變自己的內心 讓自己活得快樂一點點好不好 有些東西真的是... 對 就這樣子 好不好 好啦 祝福大家 大家 掰掰